三称佛号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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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 请放掌 我们先向法师法护尊者鼎礼 各位师兄 今晚的主讲者是我作为一个介绍 法护尊者在斯利安卡和香港 深入佛学 巴黎文和梵文 文献15年 在2009年 他在法官法师教授的指导下 获得香港大学平发的佛教研究博士学位 毕业后 毕业后承认香港冬年犯冬年犯冬年犯冬法金社之心灵导师 佛门网 佛门网总监 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博学研究中心 克作助理教授 尊者是马六甲 尊者是马六甲 范刑士 禅林 酸西 比利 菩提林和香港 正念禅修中心 的创办人和主持 尊者经常往返 马来西亚 香港 台湾 中国等地 经常举办不同年龄层的短期出家 禅修红法活动 青少年生活营 和佛学研究等 目前尊者是香港佛法中心和马来西亚佛教学院的讲师 我们谢谢法师的利宁啊 请法师开示 好 那么这次呢来新加坡 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佛法 我们呢 首先这个题目呢是临时安排的 就是有关于16种 这个子和观的这个禅修的方法 那么在禅修中寻找内心 临近 以喜悦 那在我们还没有讨论这个课题之前呢 我们来先谈谈一下 我们这个佛教啊 为什么 我们所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在佛教 那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都 每个人都很渴望快乐 大家都是在生活上追求快乐 是吧 那么每个宗教呢 都是在教导人家 导向向善啊 然后去向这个 这个快乐为目标啊 那么当然讲到这个终极的目标 这个快乐的目标呢 大部分的宗教呢 都以时候上天堂 对吗 为目标 那佛教也是一样啊 所以呢这个也是佛陀呢 有所这个禅修的这种体验呢 他们都是安住在快乐之中 好 所以呢 在 我想在这里呢 提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小故事 这个是这样的 有一次呢 这个乔萨罗国 这个King Bassinadi 就是波士尼王 那波士尼王呢 有一次他见佛陀 那他比较呢 佛陀的弟子 跟这些其他苦行者的这个弟子 他们之间分别的这样的一个描述 所以呢 国王呢 这个波士尼王就有跟佛陀讲 他说啊 哇 每一次来树林啊 看到佛陀的身团 哇 每一个身团呢 各个都是非常的微笑 各个呢 都是非常的这个 这个愉快呢 非常的喜悦 啊 然后呢 也非常的欢喜 过得也非常的自在 啊 也非常的这个平静 啊 这个是呢 这个波士尼王对佛陀弟子的一种 一种赞赏 啊 就是说 他看到了佛陀的弟子 有别于其他宗教的这些弟子 所以他讲说啊 他说再看看其他这些外道的这些沙门 啊 就是其他外道的这些 这些沙门 婆罗门 哇 他说 他们各个呢 修道呢 都非常的什么 憔悴不康啊 然后非常的 怎么 非常的丑恶啊 然后修道呢 全身都发出那个什么清津啊 所以呢 他说 哎呦 我认为啊 没有人的眼睛 都很想没有没有没有人 就是说没有这些外面 就是人们的眼睛呢 就是不想再看他们多一眼 啊 类似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比例啊 所以呢 可以看得出来呢 就是在佛陀时代 哪知道现在呢 佛陀的教法呢 跟其他宗教的这个教法 最大最大的这个不同呢 就是我们在寻找我们内心的这种平静 内心的喜悦 这个是呢 我们今天要针对这十六种的这个子和观的 这个禅虚的方法 我们来做一个教导 然后呢 在这个大班 涅槃经 佛陀呢 留下了给为这个弟子们 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教导 第一个就是念 法力文叫沙迪 第二个呢 叫做正知或者是觉知 沙迫 沙迫 沙迫迦 或者是沙迫迦 OK 这个 所以呢 这两个呢 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修行的功课 所以呢 一般谈到这个修行呢 我们都 都 都会谈到试念处 我们也会谈到这个 安班念 那么在 不管你是在试念处也好 在安班念也好呢 你会发现到呢 这些的修行方法呢 都是将这个念 和觉知呢 放在 这四个地方 就是 身 受 心 法 那为什么我们讲 这个试念处呢 这么的 这个重要呢 因为 试念处啊 它是整个 修行的 这个解脱的指南 透过这个 修行的这个解脱指南呢 它可以熄灭苦 所以 所以呢 这也为什么呢 佛陀呢 在他还没有证悟之前呢 佛陀不断的 对比丘讲说 他说比丘们啊 比丘们应该保持念和觉知 这个是我给你们的教法 所以呢 谈到这个证念和觉知 我们不得不呢 在这个安班念 就是触入戏法呢 将心安住在这个 入戏和触戏呢 那这需要这个念和觉知的 所以 那么在谈到这个念和觉知呢 这里面 在这个注释里面 这个阿特撒利尼 这里面有提到说 对于致力于修行任何一种禅修法门的人呢 在一切时刻里呢 这两种数字呢 都能帮助他们 去除障碍 提升 内在的涵养 OK 就是念跟觉知 那这里面提到的 什么是内在的涵养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透过这个念和觉知呢 目的就一个 就是去除烦恼 去除烦恼 那么以被降伏的心 能够带来快乐 所以呢 远离这个烦恼的心 能够引导人 达到这个念盘 当然我们这里没有谈到 这个烦恼的这个部分 但是呢 我们知道 透过这个正念 Sati跟Sampajanya呢 他可以呢 断除这个烦恼 OK 所以呢 这也为什么我们学佛的目的呢 不是要把自己呢 变得有多蠢 是吧 而是学佛的目的呢 禅修的目的呢 乃至待会我们会谈到的 这16种的这个禅法呢 无非呢 就是断烦恼 好 断烦恼 那我们再来谈一下 就是呢 佛陀 在他还没有觉悟之前 当他还是太子 还是菩萨的时候呢 佛陀呢 也经历了好几年的这个 原历的这个苦行 但这些苦行呢 还是没有办法 帮到他 觉悟 所以呢 后来他放去了 然后呢 菩萨心想他说 过去啊 现在啊 或者是乃至未来呢 没有任何 沙门 婆罗门呢 所感受到的苦受呢 没有比我现在 所受的这个苦受呢 更加的强烈了 更加的猛烈了 更加的激烈了 这就是极限了 所以呢 佛陀的苦行 所以呢 他说 我修行这激烈的苦行呢 还是不能 得到过人之法 不能取得圣者的知见 难道 还有其他道路 通往 觉悟吗 所以呢 经典里面 有继续谈到的 当他思维 要如何走下去的 这个时候呢 突然 经典里面提到说 有一个记忆飘过来 那么这个记忆呢 就是说 哎 啊 感觉 他的脑海里面呢 好像通了 就 啊 这个就是一条 通往 觉悟的这个道路 师父他找到了答案 那到底是什么呢 OK 那么这个呢 这里面很有意思 他就 那时呢 当他放弃了这个苦行之后呢 一个记忆飘来 啊 我找到了一条 解脱的道路呢 到底是怎么样呢 他就想到呢 他年少的时候啊 跟随他的父王 对 参加一个耕田的这个庆典 啊 但因为他不喜欢热闹啊 所以呢 他选择 离开啊 这种热闹的场面呢 而独自一人 啊 到附近的这个小树林 那么就选择在一棵树下呢 啊 就是自己盘起腿来 然后自己缠坐啊 所以呢 据说 在无师 在没有老师的教导之下呢 很快的他就进入了出禅了 啊 那么这是经典的描述了啊 就是说他内心呢 离开了这个五欲啊 五盖啊 离开了这个不善法呀 啊 然后内心有寻啊 有诗啊 有喜啊 有乐啊 曾经有过这样这个美好的这个 这个禅修 这样的体验 他说啊 这个就是通往解脱的这个道路 所以呢 当这个西大多太子啊 就是说在经典里面还是在提他是菩萨的时候呢 啊 要该组和走向这个觉悟的时候呢 啊 他会想起 他曾经呢 啊 就是以这个出入戏法 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个出入戏安班念 啊 里面提到的这个方法 啊 就是这十六种的这个修行的方法 啊 那么 当然这部经典里面也提供了这个子跟关的这个 这个描述 就是修行的整个次第的描述 啊 那么透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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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啊 啊 然后呢 得获这个四禅啊 然后 嗯 然后呢 得获这个三名 然后呢 得到这个觉悟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当他在 接受了牧羊女的供养之后 他恢复了体力呢 很快的 他就沿着他年少那种的修行的方法 就是我们待会要看到的这十六种的这个禅修的方法呢 很快的 他进入了世禅 体振了三名 然后看到了这个苦的真谛啊 啊 那你知道 讲到这个苦的这个真谛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因为啊 我前几 很多年前呢 我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那有一个呢 西藏的一个藏传的一个学者 啊 他有描述说 佛陀是怎么觉悟的 他他描述佛陀觉悟呢 是在啊 月圆日 就是我们讲的这位萨卡 就是五月的月圆日 好 那这月圆日呢 是在凌晨 大概是在 4点44分44秒 全部试到晚 好 华人很不激励的 但是在我们佛教的试呢 是非常激励的 因为是圣地嘛 所以然后说 然后呢 他追溯啊 就是说我们经理里面读到的 就是说佛陀呢 在他出定之后呢 然后他就往天空啊 看了一下啊 那么在往天空看的时候呢 哇 那一天早上啊 这个天空非常非常的这个 这个干净啊 就是呢 上面的星呢 哇都是在啊 闪闪烁烁 非常非常的明亮 那就有一颗星 特别特别的明亮啊 然后在一闪一烁 一闪一烁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了苦的身体 也看到了苦的细灭 OK 所以在他看到苦的身体 苦的细灭呢 他就沿着这个 佛陀的这个元祈法 好 然后呢 很快的沿着这个 这个元祈法呢 看到了这个苦的身体 苦的细灭 所以他觉悟了 就是在那一刹那 几时发生呢 就是在4点44分44秒 然后呢 他为什么会讲说这个时间呢 其实呢 以现在的这个科学呢 是有这个能力 就是看到2000多 2500多年 当时的天空 你看我们人类 以现在的科技 我们都可以呢 追溯 多少 几百亿年 这个 这个宇宙大爆炸的这种情景 更何况这个是2500多年 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样的一个仪器呢 他呢 慢慢从现在呢 一直拉拉拉拉到 2600多 2500多年前 当时的天空 当时的这个 这个 这个星象学 的这个 这个场面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佛陀刚好 太子刚好呢 就往天空这样子看 伸个懒腰 然后就往天空看 特别有一个明星 特别特别的明亮 就在当时呢 就做了这个 这个入观了 所以呢 就觉悟了 ok 那么 我这里指的这种 16的这个禅法呢 就是从这个触入戏里面 这里谈起的 那在这个触入戏里面 他有提到说 当一个人修这个16种的这个触入戏念后呢 他群修之后呢 他能够呢 使四念处 得到圆满 群修这个四念处呢 也使这个弃绝之 得到圆满 群修这个弃绝之 也使这个明和解脱呢 得到这个圆满 所以你会看到呢 这些法呢 全部是共通的 全部是共通的 就是说 出入戏法 能够圆满 也能够圆满这个四念处 圆满四念处 有圆满的这个曲绝之 然后有圆满的这个三明 这个明就是指神通了 就是看到自己的前世 也看到众生的 这些这些他们的过去世的 这些种种的因缘 然后还有这个解脱 这个漏镜 烦恼的漏镜 然后还有这个解脱制 好 我们来直接看这个 阿拿巴拿撒底 这个出入戏念 每一个修行的方法呢 都有一个准备 一个准备 就是它的境界和准备 那同样的在这个 出入戏念里面也是提到说 比丘们前往灵野 前往树下 前往空闲处 这个是指三个地方 什么是灵野呢 就是阿兰亚 就是指森林 OK 森林 那么前往树下呢 有森林就有树下了 是吧 那么还有前往这个空闲处 就是一个很空旷的地方 那么在这三个地方呢 是适合修行的地方 那么找了这三个地方之后呢 OK 其中一个地方呢 然后你就可以呢 把脚盘起腿来 对不对 然后呢 保持其身正直 把身体正直 然后呢 里面提到 使正念 陷起于面前 这个正念陷起于面前呢 巴里文是 巴里木卡 巴里这是全面 木卡就是前面的意思 OK 就像马来文讲 木卡木卡这样脸啊 就是在脸前面 就在前面 那么呢 还有什么 他说 他只念于陷起 只念于处夕 为什么会加一个 只在这里呢 因为在巴里文呢 有个哇 哇这个是一个强调词 就是没有其他的了 你只有念 就是将你的心 安住在这个陷起 只安住在陷起 跟处夕罢了 那你看 在原始经典里面呢 佛陀没有说 一定要在这里 一定要在那里 好像现在的人 会跟你讲说 在这个壁孔 这个人之旁啊 等等等等 但是佛陀没有 都没有这样子教法 佛陀说 你只要把你的念 对不对 使正念 献取于面前 就可以了 所以因为这样子呢 很多人对这个 在前 就是 这个 这个面前呢 有很多 这个不同的 这个理解 那么比如说 在清静道论里面 他会理解 比如说清静道论 他会理解呢 在这个笔尖下的这个位置 OK 所以你看到这个清静道论里面呢 谈很多有关于这个笔尖 这个人字旁 这个修行方法 当然这个方法非常好 那当然这个清静道论里面 也是有提到这个鼠行的方法 OK 提到这个鼠行的方法 那么还有呢 现在也有很多这些 出名的这些禅师 对不对 他们也很 也有针对这个在前 这样子的面前 这样的一个修学的方法 也有他们的这个理解 比如说有一些禅师 他会建议学生对不对 去体验这个腹部 这个腹部 OK 腹部的什么风界来的 就是他的身体 Arizing falling 这样子知道吗 那有一些老师呢 也会教导 用这个体验这个腹部 不是这个胸部的位置 OK 那有一些老师呢 他会 会建议呢 就是将这个觉知 引导在这个 呼吸本身的这个 这个动作 就是C的时候 我知道C 呼的时候 我知道F 就是没有指定在哪个地方 就是呼吸 本身的一个动作 就是没有特定的去专注在任何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这个笔尖的位置 OK 所以你看 波托他讲说 将这个正念呢 放置于面前呢 就有很多老师不同的这个解读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呢 还针对这个部分呢 大家吵吵闹闹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应该 当然假如是说 我们有这个条件 跟很多不同的老师学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接受的 不管他是用肚子的 腹部的 胸部的 或者是鼻子的 假如你跟他相应的话 Why not 对吗 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说 这个方法才是对的 那个方法是错的 我觉得假如是我们学佛学到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 你一辈子的禅修都不会有什么提升 因为这个已经开始就变成一个障碍了 所以我们不妨尝试 因为毕竟这些出名的这些禅师 或者有他们这种的这个教法 然后我们只要谦虚的跟他们学习的话 当然你会有得到一些利益的 好 OK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 在这个相应部里面 他里面也提到 Sammadin bhikkave bhavet Sammahitobikave bhikkhu yatabotan pachyana 他说 主比丘 因修习定主比丘 有定力的比丘 能如是了之 当然 佛陀 在佛陀时代 他没有特别 特别指明什么子跟观 像类似这种子跟观的 这种分类法 那个是在阿比达摩 时代 这样的一个分类 有这样的一个著名 但是在佛陀的教法 他没有 所以佛陀说 在我的教法里面 只要是有定的话 你变成如是的了之 这个如是的了之 就是一种观 好 OK 那么我们再来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十六种的 这个出入戏法了 在讲完 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修学 然后要以怎么样的一个姿势之后 那么佛陀就开始切入了这个 这个修行的方法了 这个修行的方法 所以这个修行的方法 我们以这个正念 以这个觉知 来贯穿 这十六个步骤 OK 那么就是说 从这个身体的这个现象 慢慢的将这个觉知 原生在这个感受 还有我们的内心 的活动 还有我们这个培养 我们对这个现象 这个这个洞察力的这个培养 OK 就是法的这个培养 所以你看 不管是 哪一个步骤 不管是第一个步骤 乃至到 第十六个步骤也好 OK 都是以这个出入戏 就是持续的 我们不离开 这个出入戏 这个这个背景 然后呢 在这十六个不同的步骤呢 我们 我们培养我们的觉知 意思就是说 比较简单来讲的话呢 什么叫正念 什么叫觉知呢 正念呢 巴黎文叫做Sati 法文叫做Smurti Smurti的意思就是 不忘事的意识 就是不忘事 就是没有离开你的目标 就是说 从始至终 你都没有离开你的目标 比如说很清楚的 在这个十六种的 这个禅法里面 他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 息 呼吸而已 对不对 主要是我们培养 专注在这个呼吸本身 这个就是培养一种正念 那么在这个呼吸本身 还是不够的 我们还是要在 那个呼吸上呢 也培养我们的觉知 这个觉知是什么呢 就是呼吸的这种素质了 比如说佛陀告诉我们 在你吸的时候 我们觉知 这个是长的吸 然后呼的时候 我们培养有呼的长 就是长吸 所以这个长吸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种觉知 对吧 简单来这样子讲 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了解 明白吗 所以这个就是说 以这个正念 围着16种禅学 作为这个背景 然后在每一个呼跟吸里面 我们都能够掌握 每一个呼吸的这个过程 就是能够觉知 每一个呼吸的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可以长 可以短 可以全息 也可以体验这个喜悦 就是说我们呼吸的quality 这个质量 明白吗 所以 然后这16种的这个禅学的方法 你看 这前两种 它是培养这个知道 这个知道什么呢 就是培养这个 知道这个触入吸的长度 比如说它的长 或者是它的短 这个长跟短 这个是正知 我们知道 我们呼跟吸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不对 只要你只是知道吸呼吸呼吸呼 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慢慢呼就变吸 吸就变呼了 然后就慢慢睡觉了 对吧 所以呢 所以我们说 在禅修里面呢 我们还是要掌握一些基础功了 像这些都是一种基础 但往往这些基础呢 都非常的重要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在这个阶段 我们要培养这个知道 要知道 怎么知道呢 就是在入吸长时 我们知道 我入吸长 对吧 或者是触吸长时 我知道我触吸长 比如说你把这个 啊 姿态全部都知识做好了 然后你就知道 细 长 呼 长 知道呼 长 所以呢 整个过程呢 啊 这已经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知道 培养你的正念 也培养你的觉知 对不对 明白吗 你有留意到吗 那同样的 在第二个阶段也是一样的 当你在 啊 呼吸的一个过程里面呢 你会慢慢体验到呢 你的呼吸越来越细了 啊 因为你一开始呢 就是非常正确的 以正念正知 为你的这个 切手的这个起点的话 在整个过程呢 他都不会忘事的 只要是一开始呢 我们没有呢 把这个正念 拿捏的对的话呢 我们一开始 我们就在那里睡觉了 OK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这16个步骤 接下来的这个步骤呢 就是 我入吸短 哎我知道我入吸短 然后我出吸短 我知道 就是说很多华人呢 很多很多华人 一般上他会讲说 哎是不是 禅修什么都不去想 这个是错的 其实禅修啊 要准备很多东西了 不是脑筋 让他一片空白 不是的 OK 至少你要知道 在安八念 这16种的方法 他很清楚的在教导 每一个步骤 你要做什么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 这些口诀这样子 我们要把这些口诀 把它背下来 透过这种口诀 然后慢慢的 以这样一个方法 切入 这个切入还是以正念 跟正知切入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正知 它就会 持续的知道 不管它是长细也好 或者是短的呼吸也好 那么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 我们的气息变得很自然 这已经不是知道了 这变得很自然了 变得更加细了 你看 在第三个阶段 就不是知道了 而经典里面讲的是 Secret Secret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训练了 训练 这种训练 训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不是我们的这种 一种 一种 怎么讲呢 一种 就是说我们发现到 整个修学方法 它的难度 就 我用世间的语言 就难度变得 高了一点点 然后因为它难度高了 然后你就要训练 就好像人家 去Gym这样子 对不对 你别以为这样子随便拿起来 就OK的 你要有人教导你 一个一个步骤来 然后这个MAS要训练一下 这个MAS要训练一下 然后他会用一些 步骤来慢慢教导你 其实 其实我们精神的培育也是一样的 要训练 这个有一点就是 训练了 精神的一种培育也是要顺念的 所以怎么来训练呢 就是透过这个正念 正值来训练 正念就是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 不忘顺你的目标 正值就是说 在每一呼一息的过程里面 你都非常清楚 这个呼吸的质量 这个质量 所以你看到第三的这个阶段 他说我学习 就是我顺念 觉知全身我入息 这个一般人不会不会是全息的 对不对 出入息是知道 那个是没问题 但是至于全息的话呢 那个是要被教导 那现在佛陀教导我们 你可以呢顺念你的心 来觉知全息 这个全息呢 是怎么样来理解呢 就是说当你在戏的那一刹那 OK 你就看着他 然后整个过程 对不对 然后一直到他的整个结束 全息吗 对不对 然后在那个结束之后呢 他的那个交换点 然后又那里开始 然后又慢慢的到中部 对不对 慢慢的结束 所以整个过程 你要配 你要顺念你的心 去觉察 这个整个出入息的全息 这是顺念啊 他不是自然 他要顺念出来的 OK 所以这个顺念 那接下来呢 很有意思 他说我学习平静身行 我入息跟出息 OK你看 这里面提到的 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前四种呢 它是有关于 身念处的一种顺念 就是说我们要修行呢 我们可以尝试 以身体开始 因为身体是比较粗糙的 我们要先调养我们的这个身体 把我们这个身体调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进入比较细微的这个一个过程 所以身体很重要 所以他说在整个过程 透过这个长细 短细全息呢 最终你还是要让你的呼吸呢 因为呼吸是属于身念处的一部分 你也是要让你的呼吸呢 平静下来 OK 平静下来 这个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去看医生这样子 对不对 我们很紧张 然后呢 医生就跟你讲是啊 你做一个深呼吸这样子 然后你会发现到一个深呼吸的时候 哇 身体是有点放松的 所以呢 这个过程也是有点类似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放松 我们要学习放松 就是在你的内心里面 透过这个全息 你会发现到 每一个呼吸的过程里面呢 你会慢慢的 变得更加的平静 变得更加的平静 更加的宁静 更加的自在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个是整个过程 所以呢 你可以或者是你可以说 细气的时候呢 平静 呼吸的时候 平静 是吧 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们去参加一些什么演讲 非常非常的紧张 对不对 只要是你的呼吸呢 没有把它调好的话呢 其实你 首先你会忘了 全部你所要讲的东西 然后你也会在那里发抖 然后脑筋里面变空白 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那么呢 要怎么来克服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吸引 然后慢慢的平静下来 放松 自在 然后呼 又慢慢的平静下来 放松 自在 你会发现到呢 过了一两分钟之后呢 你的这个精神的状态 全部都正常了 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对吧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OK 就是 其实整个禅虚的方法 就是让我们平静下来 你会发现到呢 每一个都是一种散强的方法 首先是深念处 透过这样的一个长短 全息 让心平静下来 这个是一个 我们讲说一个 收口 是吗 收口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五 第五到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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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属于受念处的 就是说我们圆满 这四种的方法 我们就圆满 这个受念处的修行 你发现到它这四种 它说 在我细气夫气呢 我体会喜 体会乐 然后体会心形 平静心形 这个体会心形呢 就刚才的圣念处一样 就是体会身形 平静心形 那么在这个受念处 它也是要体会心形 平静心形 OK 但是它这里呢 前面的第五第六呢 它强调的是喜跟乐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喜乐 在这个清静道论里面呢 也有提到 它说这种喜 有五种的喜 OK 就是说当我们的心平静 当我们的这个身心平静之后 我们的呼吸变得 更加的平稳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已经体验到喜悦了 这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经验 其实禅修 修行就是要得到一种喜悦 对不对 可能这个喜悦是一点刚开始的一种阶段 但那也是很好 所以这种喜悦是怎么样呢 就是一种喜敌 一种的喜敌 就身心经过这个喜悦的喜敌之后呢 它会带来我们内心的一种沉淀 所以这种沉淀是一种乐 那种喜敌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它是一种喜 明白吗 然后经过喜之后 慢慢的一种沉淀 它是一种的乐 所以我们来看这五种的喜 这个喜呢 不是在原始经典里面 这个是在清静道论里面 有关于这个喜的这个部分呢 它把它列出了五种 它的这个成 它的这个怎么讲 它的这个强度的一种喜悦 第一种呢 就是小喜 这个小喜呢 就是说一般上呢 你都会有 比如说身上呢 骑一些什么鸡皮疙瘩 是吧 身上有些鸡皮疙瘩 然后呢 然后 鸡皮疙瘩嘛 然后还有呢 这个刹那喜呢 然后刹那喜就是刹那刹那这样子 你会发现到你的身体呢 有一点摇摆 是吧 有一点摇摆 然后聚其喜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呢 你有体验到一种 非常快乐啊 就是一种想要笑的一种感觉 乃至呢 想哭的一种感觉 有这两极端 OK 明白吗 然后那种踊跃喜呢 就是你会发现到呢 你的身体有一种 很清飘飘的感觉 感觉到整个身体呢 可以呢 腾空 OK 另外一种呢 偏满喜呢 就是有一种 怎么讲 一种发喜充满 或者是残月为时 这样的一种体验 好 那其实呢 这种你会发现到呢 这五种的喜呢 它是一种折盆来的 就是一种 一种 怎么讲呢 就是重重 层层的一种喜敌 OK 所以你看到这种的喜呢 其实呢 在我读这个大匹菩萨论 我不知道大家熟悉大匹菩萨论吗 或者是大家熟悉怎么叫什么 大家熟悉这个巨舍论吗 巨舍论呢 也针对这一块也是有做一个comment的 我觉得这个comment很有意思 比如说在北传 他们提到的这个 这个我们叫Bodhichitta 就是说我们要成菩萨 你首先要发这个菩提心 要发这个菩提心呢 在这个大匹菩萨论呢 它特别有指明说 你要怎么知道你的菩提心生起来呢 它里面就只到了两点 一个就是 你会发现到你全身的这个 这个毛毛孔呢 全部张开 然后呢 你也会发现到你的身体在摇动 乃至呢 你会发现到你 你会有一种 非常非常喜悦 乃至很想哭的这种感觉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生起来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菩提心的 这种启动了 它特别指明这一块 这一块呢 往往很多人都没有谈心 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 OK 他说这个菩提心的这个生起来 所以同样的禅修也是一样 假如是禅修呢 我们都没有这种的喜悦的话 这个禅修很快就会 干掉 所以我们说这种喜悦 它是让我们的内心呢 变得更加的柔软 就是滋润 我们禅修要有滋润 不然我们的禅修就变得很枯臭 非常的 浑身发力 你就不会想做禅 对不对 但是一旦你有这种喜的那种滋润下去的话 我告诉你 禅修是你生活的全部 是吧 所以他讲说这个菩提心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才能够被激发起来 就是说 我没有达到这个成佛 我都不会放弃 同样的 只要是你有这种喜 升起来的话呢 没有达到这个涅槃呢 我都不会放弃 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菩提心呢 跟这个禅修的这个喜呢 都是有雷同的 有它的相似之处 OK 我们来继续看 这个乐也是 这个乐呢 就是经过一番的折腾之后 我用折腾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它会是带来一种沉淀的快乐 那这个是 当我们在这个呼吸的过程里面 当有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时候呢 我们要来体验它 OK 不要说我们学佛的人 不可以 佛陀教导我们 不可以执着这种喜乐 但大家不要忘了 喜乐有两类的喜乐 那种世间上的一种喜乐 我们要放弃的 对 但是一种出世间的喜乐 我们要去追求的 所以这种追求叫什么 叫善法欲 Dhamma Chanda 善法欲它不会导向我们 不会导向我们轮回 它是会带领我们处理这个世间 这是善法欲 所以这种没有杂染的这种喜乐 很重要 所以修行教室没有这种出世间的这种喜乐呢 你至于这种修行呢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故障 乃至呢说我算了 我还是信天主教好了 对吗 很多都是这样子嘞 我周边的很多这个信徒 因为没有这种喜乐 到他晚年的时候呢 因为在医院嘛 长期有这些什么教友啊 来这里安慰啊 然后就发现到 哎呦我感觉到 我自己很幸福啊 是吧 然后呢就慢慢慢慢就被游说一下 他呢就信仰了啊其他的宗教啊 就是你有这种喜乐的这种 滋润呢 没有人能够去改变的 因为你知道说你已经找对了这个方向 这个人生啊 只有这个喜乐呢 才能够蹭托 我整个的修行 不管我面对再苦也好 曾经我拥有的这样的一个喜乐 这样的一个熏堂呢 他变成是一种真上缘 在我无论遇到有多大的这个困难 我都能够呢去克服他 就像佛陀这样子 经过六年的苦行 但他想到说曾经年少 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他说啊 这就不对了 这个就是觉悟的这个道路了 同样 ok 所以有时候我们参加什么十天的禅修 也好啊 我们就认真的就在那十天里面 体验这种喜乐 那么可能十天之后呢 回到这个社会哎呀 面对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 不要紧 但你曾经在那十天 有这样子一个美好体验呢 这种美好体验 他能够支撑你整个精神的生活 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参加禅修 就是这样 ok 那讲到这个喜乐呢 要怎么来分别呢 那么在经典里面也有提到 他说我觉得这个喜乐很有意思 这种的分别 他说好像一个非常饥渴的一个 一个沙漠行者 对吧 在沙漠行走 非常非常的口渴 渴到差不多我都要死掉的那一种 就是看不到人生的希望了 对不对 还是死掉算了 对不对 那么当他无助的时候 对不对 突然间看到远处有一座 有一个绿洲 对不对 那个绿洲他知道说 在沙漠里面有这个绿洲 肯定有水 所以燃起了他的希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喜乐就生起来了 对不对 那个喜乐就是说在他 在前往那个绿洲的路途里面 虽然挤精心 艰苦 他都不会放弃 因为他知道 他有希望了 所以在到达了这个绿洲 把那个水喝下去之后 他感觉到全身非常的清凉自在 然后就选择一棵树下 就呼呼大睡了 那是一种乐 就是说一种乐 是经过洗的一番的洗涤之后 带来内心的一种沉淀的快乐 一种的清凉 所以这个是乐 OK 所以你会发现到 这个乐你会发现到 我们的内心开始慢慢又进入 更深一层的这种瓶颈 那瓶颈下来 你会发现到第七这个阶段 体验心形 我学习体验心形 这个体验心形 就是说在之前 我们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呼吸 对不对 身体的呼吸 吸呼 出吸身体 我们是会有察觉 身体的这个呼吸 但是在这个第七个阶段 可以说 我们身体的呼吸 已经 细微到 几乎都已经停止了 所谓的停止 那么它里面的这个呼吸 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说我们前五根 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呼吸 已经被关闭了 第六个 眼耳鼻舌身 一根 这个被启动了 就是我们的心被启动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的心在呼吸了 OK 心的呼吸就是更加细微的这个呼吸 OK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是体验心形 明白吗 这是心的呼吸了 行嘛 就是那个activity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我学习平静心形 那么平静心形呢 也是跟这个平静身形一样 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 我们也是要温馨的提示一下 我现在呢 我要学习平静心形 就是让我们的呼吸呢 更加的这个平静下来 你看整个过程都是要平静呼吸 平静呼吸 平静呼吸 平静呼吸的过程里面 就是会有很多这种善巧的法门 而整个过程呢 都是很喜悦的 都是很快乐的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还有我们来继续看 第九到十二这个阶段呢 这个就是 深受心 这个就是心念处的 这个四个步骤了 就是说 吸气呼气呢 我要体会 什么体会心 然后呢 体会心 待会我们来看体会心是什么 这个很有意思 体会心 先把这个名字先记下来 那记下来呢 还是一样 历史 要让你的呼吸 更加深层次的 我们要使心欢悦 这也是一种喜悦 OK 那么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到呢 你的心就入定了 OK 使心入定 所以你看 你会发现到呢 要入定的这个前提的工作呢 一直要让心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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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喜悦 心喜悦 感受喜悦 我们的心就喜悦了 OK 那么 第十个阶段呢 就是死心解脱 你会发现到呢 哇 你的心入定的时候呢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扰你了 你会发现到呢 在你的那 那个 那个 那那那 那现阶 在那个过程里面呢 你的内心是 非常非常的 这个 自在 我们来看第九个 什么叫做心的体验 身体的体验 身 眼耳鼻舍 身的体验呢 那是有一种形体 这一种体验 对不对 有颜色 有形体 可以触摸到这一种体验 但是至于心的体验呢 它跟身的体验是不同的 身的体验呢 心的体验呢 他说就好比 什么 什么 这里面 我有 我有写到 他说 体验自心 就是看见自己的面貌 自己心的 就是如清除 这个 镜面 表层的 这个成口 这样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 我们这个烦恼 慢慢的去除 就是慢慢的入定 怎么入定呢 注入很多喜悦的元素 让我们的心 在还没有任何的牵过之下 心 慢慢的平静下来 好 那么 心至最平静 是因为呢 我们很多烦恼呢 被政府了 或者是乃至慢慢的被削弱了 我们的烦恼被削弱了 那么你会发现到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讲说 心的这种 这种 这种 这种的世界 跟这个感官 就深受 眼耳闭的深 这个感官的世界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心的这种体验 它是一种光的这种体验 你会发现到整个体验 整个世界就是很光亮 整个内心都是非常非常光亮的 那种光亮不是很 眼睛很受不了 就是你发现你整个身体 都是非常非常的明亮 你的器官也是非常非常的明亮 整个内在的器官 非常非常的明亮 对不对 有一种非常安乐的一种感觉 是一个很好的 很美妙的一种体验来的 OK 当然 有一些老师 有一些呢 就是说 这种呢 就是有这个就是残降了 有取向 有视向 这样的一个一种体验 OK 那么在经典里面 佛陀也有提到 他说 就在我为我正觉前 就是我还是菩萨的时候 我也是觉知相同的光 OK 就是他讲的 Obhasa nimitta 跟这个Rupa nimitta 就是色 OK 所以这里面也很有意思的 因为很多人学佛 不是只有难传 就是他们可能会 念佛的 他会发现到 我念到 我好没头过来见我 或者是我念到 感觉都有香味 我感觉到 整个空间一片的光明 有没有 不是只有禅定 在他们念佛号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那其实这也是一种禅相来的 所以这个禅相有两种 一个就是光 Obhasa 一种光 另外一种是色 色就是有形体的 就是观音菩萨来见我 阿弥陀佛来见我 对吧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或者是香味也是有 香味也是 感觉到好像有檀香味 什么之类 飘过来 整个空间非常非常的香 然后你问说 有没有人在点檀香 没有啊 这也是一种 是吧 但最明显的可能就是光 跟这个色 那时候说 为什么会看到光呢 他里面有提到说 因为呢 入禅定的内心障碍呢 被克服了 比如说这个障碍是什么呢 就是疑惑了 不作义了 婚程嗜碎了 惊慌嗜错了 性高采烈了 不安了 过度精群了 缺乏精群恪求啊 或者是一些繁多的认知等等 OK 当然我们不去谈这些东西 给大家知道说 这个就是我们修行里面 当这些修行的障碍被克服了 你的内心好像所有的束缚呢 都全部都掉空了 然后呢 你会发现到呢 你会发现到呢 你的这个心的这种体验 就开始就慢慢出来了 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一种 一种体验来的 它是一种光 非常非常的温柔 这样子 OK 还有呢 我们来看 在这个政治部里面有提到 他说 我们人 心啊 本是光明的 为什么我们的心现在越来越污浊呢 那是因为呢 透过我们这个六根 所获取的这个六成 把我们的心给污染了 是吧 所以我们的这个心 变黑暗了 是吧 所以佛多讲 他说 我们的心啊 本是光明的 所以为什么小孩子啊 你看啊 一出生之后呢 哇 很多人都特别特别喜欢小孩子 就是 你都想要把他咬一口这样的感觉 是吧 所以小孩子通常都是可怜的一群 因为大人都会咬他们 就是他们太可爱了 就太纯洁了 看到了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欢喜 那一种 因为他们的内心是 干净的 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呢 越长大就越不喜欢 就是因为他内心里面 太多污染了 对于是我们这些老人家 我们这些长者 我们真的 让我们的这些子孙喜欢我们的话呢 我们也要 把自己变得像小孩子这样子 哈哈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跟那些年轻人的小孩子没有代沟啊 对不对 跟这些孙子也没有代沟啊 是吧 我不懂啊 很多人是这样子跟我讲 我想哎 几确也是啦 暗昏 OK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我们就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来看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十个 就是使心欢乐 这使心欢乐呢 就是 你看这个是心 前面的这个生 也有提到这个喜悦 对不对 受也是有提到这个喜悦 心 也有提到这个喜悦 每一个阶层都不断的在深入 这个定 要怎么来深入这个定呢 透过这个喜悦 来滋润我们的这个身心 啊 所以呢 要怎么样让这个喜悦呢 更加的喜悦 啊 哎我们可以呢 透过 什么 透过微笑啊 所以呢 有很多的老师呢 啊 他也会 教导我们是吧 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 望着这个镜子啊 所以很多人都说啊 市面不可以有镜子 其实我建议市面应该有镜子 为什么 这个镜子不是要给自己啊 看到我今天有多美 不是的啊 这个市面要看到你自己有没有微笑 不要整天摆起那个很难看的脸孔 对不对 那个很难看的脸孔 我连鬼看到都怕了 是吧 所以呢 看着这个镜子 你看你自己好不好看 啊 然后用微笑也是好不好看 后来发现到 真的对着这个镜子微笑呢 会让你的整天的生活呢 这个数字是提高的 对对 每天都看着他微笑 看到人微笑 对对 可以吗 是可以的了 这也是学习 微笑本身也是要有觉知啊 必要没有觉知 人家说你这个人干嘛了 是吧 给摩托满台啊 所以微笑也是要觉知的是吧 没有我觉知在微笑 因为发现到在整个微笑的过程里面 他让我的身心 感觉到非常的舒畅 在人与人之间的很多这些 这些问题上啊 你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微笑呢 那个人原本是要冲着你来骂你的 因为你简单那个微笑呢 也把整个气氛 将军 把它变得更加的柔和了 啊 所以你看一个很简单的微笑呢 他都可以让我们整天呢 都非常的快乐 是吧 当然这个要觉知啊 这个微笑来的不容易啊 但你有觉知的话呢 哎 我尽量微笑 跟朋友商量的时候 我也微笑 要培养的 除非你是那个有问题的 就整天这样子笑 一般人那种微笑呢 要有觉知要培养的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样使我们这个蝉相呢 这个光啊 更加的持续呢 更加的明亮呢 哎我们也可以呢 啊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除了增加这种 微笑的 这种 啊 这个元素呢 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上呢 持这个五戒啊 在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呢 静望我们的这个 这个心啊 然后在生活上呢 我们也要多行不施啊 是吧 啊 然后也可以呢 啊 随念这个三宝的功德上 啊 有空呢 就拿念珠 虽然南川没有 但是也可以拿念珠 因为他就 毕竟是一个辅助工具 啊 啊也可以念这个 或者是呢 早上起来哈 可以坐禅一下 对不对 然后呢 让心平静下来 啊 然后呢 或者是呢 可以培育我们的慈悲心 哈 然后让我们内心的这种喜悦的这个能量呢 更加的提高 这样 你看我们其实可以做很多东西的哈 啊 免布 免布这个微笑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效 啊 啊 因为当你脸部微笑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到我们的脸部的肌肉 也开始慢慢的啊 啊 放松了啊 脸部放松 我们整个身体也放松了 然后你也可以呢 借着每一戏每一副呢 微笑 觉知那个微笑 啊 然后 你可以发现到 哎很快的 我心可以入定了 所以入定呢 要准备的 要学习入定的 定呢 啊 不会自然来的 OK 啊 所以呢 你会发现到呢 当你在那个过程里面呢 你会发现到你的身心变得越来越轻松 啊 所有的 很多的烦恼呢 也就会慢慢的被克服了啦 好 那你会发现到哎 第十一个十二的阶段呢 你的心就开始入定了啊 然后呢 就 心也得到解脱 所以呢 这个就是在出入西安八念的这十一 十二种的这个方法 这是教导我们透过 啊 这个方法 使心啊 啊 慢慢的入定 OK 所以呢 这个是我整个chart给大家看 OK 前两个是知道 对啊 后 几个 后十个 因为这个是讲到身受心嘛 这个部分呢 是属于子 但不是说 这里子而没有关啊 只是说这个子的成分比较多 因为佛陀的教法 都是子关 并行 是看你的子多还是关多 关多还是少 啊 啊 佛陀的教法是这样的 OK 那么我们来看啊 那么啊 这个前两个是知道后 面的全部是顺念 OK 所以呢 刚才那个谁 啊 啊 那个julian 有有问我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 就是说 你提到的是什么 提到的是什么 会解脱 跟这个还有什么 拒解脱嘛 是吧 那其实这个是讲到这个阿罗汉的 阿罗汉有两类 在南传来讲 有两类 一个就是会解脱的阿罗汉 一个是拒解脱的阿罗汉 那这个 会解脱的阿罗汉呢 其实呢 它有八种 有八种 OK 有八种的这个 这个会解脱的阿罗汉 就是说第一类的这个阿罗汉 第一类会解脱的这个阿罗汉呢 它是可以不用修钉 它只要有进行钉就可以了 就是说它没有得到出禅 OK 就是说它不需要钉 这一类的这个会解脱的这个阿罗汉呢 它是纯观子来的 那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呢 就是说它可能有出禅 但是没有二禅 或者是有一些是有出禅 二禅 但是没有三禅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指的这个是四禅八定 通常呢 这个八类的这个 这个会解脱的这个圣者呢 就是指这一类的圣者呢 最高只有去到这个 这个无所有处 就是这个无社界的第三层的这个无所有处 他没有得还没有达到这个 非想非非想处 OK 那么呢 所以呢 这一类的这个会解脱 我们讲说它可以是一个纯观子 可以不需要钉 但它也可以有出禅 也有二禅 也有三禅 但它没有完成 圆满 成就这个四禅八定 它可能就四禅最多去到 七定罢了 就是 社界里面的什么 空母边处 四五边处 是吧 然后 无所有处 但是它没有非想非非想处 OK OK 所以这是一点 所以刚才有人 刚才有问我说 那到底 这个会解脱怎么来理解呢 到底是不是 没有 没有 没有四禅八定 还是什么 它可以是没有四禅八定 但它可以有一些 但不是有全部 你不好意思吗 那么当然讲到这个 聚 聚解脱 这个聚是中文 就是主 指它已经有定 跟这个 跟这个会了 有定跟会 OK 就是说它一定要具备这个四禅八定 那么有四禅八定 你才能够进这个灭禁定 因为你灭禁定 要有四禅八定才能够进的 只要是那种会解脱 它是不能进灭禁定 因为它只有 最高它只有去到 这个 这个无所有处 但是它没有灭禁定 你要进入 哎 它没有这个非想非非想定 所以你要进入这个灭禁定 你要有这个非想非非想定 所以一般上我们入定是什么呢 就是要 现在从这个什么进行定 然后进入这个初禅 然后出来进入二禅 然后出来又进入三禅 出来进入四禅 然后出来又进入这个 这个什么 空 空无边处 然后这个 你看我又搞乱了 然后第一个 这个无世界的定 第一个就是 空无边处 那么接下来就是 四无边处 然后第三就是无所有处 但是它没有 那个 非想非非想处 只有这个分别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个会解脱的 它跟这个最解脱 分别就是在定的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所以在这个定的这个部分 至于说这个会解脱 第一 第一类的就是存着观者 它是没有定的 所以这个就可以讲明说 那些会解脱 它是没有进入出禅的 也讲的空 但也有一些会解脱 它也有进入出禅的 也有二禅的 有三禅 但它没有到达这个 这个非想非非想出 我想这样应该是 有了解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在这个 触定之后 我们讲说触定了 禅定了 你在禅定里面 怎么能够做观呢 是吧 你就已经全然入定了 那么 你可以入定之后 触定了 你可以 就是对你 刚才所体验的状态 做出反思 那是一个怎么样 它是怎么一个长生的 它是什么的一个种体验 因为这种的反思 会让你生智的动见 这个就是vipassana 所以我们讲到 这个vipassana 基本上可以翻成 三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透过 这个观察 观照这个无常 OK 这意思是什么呢 当你触定的时候 我们可以 来观照一下 佛陀教导我们 世间所有一切的现象 它都是 无常的 都是不永恒的 它都是因言和合法 你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审视 OK 你可以观察自身的 比如说色是无常的 瘦是无常的 想是无常的 事是无常的 这个形是无常的 然后事是无常 就是从我们自身 这个五欲 然后这个十二出十八界 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查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审查 因为你有定 出定了之后 你这种审查 非常强烈 非常非常的强烈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体察这个离遇 这个离遇是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之前入定 那么因为入定 之所以入定 那是因为你离遇 这个离遇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贪遇 就是指的这个 遇见的这个贪遇 那么你断除了这个 遇见的这个贪遇呢 你就进入了这个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那离遇后呢 你会发现到 哇你的内心呢 带了无限的平静跟喜悦 那个是因为你住在这个 社界 社界禅田里面 OK 那这个社界禅田的一种 平静的一种体验 它是一种离遇的 就是离遇的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体验来的 OK 那你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审观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体察这个灭 这里面的灭是什么呢 灭就是指寂灭嘛 就是 就是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烦恼的 这个 战时的一种细灭 这里的烦恼是怎么呢 就是指你的贪啊 撑啊 吃啊 就是一种的细灭 你一发现 就是有这些烦恼怎么入定呢 就是因为我们入定了之后 你 你发现到哇 你所有的这些烦恼啊 都已经暂时 熄灭了 你触定之后呢 你对你刚才的所有的体验 做一个重新的一个审查 一个review 明白我的意思吗 啊 那么接下来 最后呢 就是体察这个舍仪了 这个体察舍仪呢 就是说 啊 你的内心呢 不会有在于 在有任何的一种牵挂啊 你的内心体验到一种的这个自在啊 啊 一种的这个 一个 就是 放下的一种执着 这个很关键啊 啊 所以呢 这种放下啊 这是一种涅槃的体验 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讲说 我们学佛的目的 就是去向涅槃 对不对 那只要是你对这个涅槃的这种体验都不知道的话 那你会想去涅槃吗 你只是挂在嘴里面 是吧 所以呢 对于这个涅槃的体验呢 可以在你触定之后呢 来体验这个涅槃 这个很关键啊 哦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念佛 念阿弥陀佛 那是因为呢 他们都一直在跟你讲说啊 你要念阿弥陀佛 你要念到呢 啊 心 怎么念到呢 啊 心不 怎么讲 心不乱啊 那一天 二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那边一心不乱啊 即可往生 西方 既的世界 他里面提到的是什么 只要你要 达到这个定的话呢 最短 七天啊 好 啊 OK 好 所以呢 你看其实 其实阿弥陀佛的整个修行的方法 他也是在教你怎么入定啊 他只是擅长的方法跟你讲说 哎 你可以意念这个佛号 念这个佛号 是吧 然后他也跟你讲说 你要怎么 要怎么 要很向往的去那个地方 对不对 因为那个地方是 是那些念佛的人 是向往去的地方 然后呢 你也有这样子的一个 令你的心有所倾向 啊 那种 那种的一种体验 所以呢 禅需也是一样的 你不要天天跟人家讲说 要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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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人家定多几下 也不知道是真的定 还是假的定 然后再定多几下 他就不修了 还是信主好了 因为他没有体验到 一来没有体验到 二来呢 他心也不向往 啊 所以呢 你会发现到呢 在整个过程里面呢 他不单只是让你的心定下来 他也让你在定之后呢 对世间所有的现象呢 做一个审查 这个审查什么呢 就是这四种的审查 然后呢 也让你的心呢 有所倾向自在 这个就是一种涅槃的一种体验 明白我意思吗 ok 大概我讲到这里了 你看哦 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 这个这个四念处嘛 这四念处里面 这个法念处呢 他有提到 有两种嘛 是吧 这两种 一个是 新所组成的要素 一个是真实组成的要素 新所组成的要素 里面涵盖了 这个五盖 跟这个弃绝子 这个五盖呢 就是不善新所 弃绝子是善的新所 所以你看这个法念处呢 我们也是要 断除这不善的新所 来培养这个善的新所 那至于这个真实组成的要素 这个是纯观的部分了 包括我们要怎么来 来 来观察 这个无曲欲呢 然后这个十二处 然后呢 乃至 四圣地呢 是我们学佛终极的这个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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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入 所以 我们也是要顺念我们 看到了这个苦 看到了这个苦 就看到了这个四圣地 所以这整个过程里面 只要是我们很清楚知道的话呢 我们对这个法 我们对这个修行呢 是很清晰的 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阶段 是进入哪一种状态 我们要怎么知道 我们 我们 这样我们才能够持续的 在我们法上 精进修行 而且我们也知道说 哎 这个修行 修到一半的时候 为什么我的心 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我会找出 他的这个方法 来克服他 或者是 当我的内心有这样 一个善的新所生起来 我要怎么让这个善的新所 来更加的 开展 然后让他 圆满他 像这些东西 都是在观的这个部分 要做的 所以这也 倒回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对法 也要了解 所以整个修行的过程里面 它是止观并进的 不是说修止就没有观 或者修观就没有止 那个是看你的定 到了多少 同样刚才讲到 这个会解脱的圣者也是一样 会解脱的圣者没错 他们都已经解脱了 只是说可能在定方面 他们不是说他们全部没有定 你说进行定 那也很高的定 虽然他还没有进入出禅 但他已经很高的定了 就是说再进入出禅 的定就是进行定 就是已经靠近了 就好像你要从这道门 过另外一道门 你开了这个门 这个就是这个进行定 然后过了那个门 就是过了 那个就已经出禅了 就是这样子 好 OK 好 所以我们就谈到这里了 我们再讲到说 刚才我们讲到时 16种的这个触入细法 那群修之后 我们使我们的思念处也得到圆满 所以刚才也给大家看到的 就是 在这个16种的这个禅法里面 其实他也 一步一步的在圆满这个思念处 那么在群修思念处 也使这个气觉制 得到这个圆满的 就是这样子了 好 好 不知道大家 好我们时间也 我们到9点半是吗 对 9点半 好 我们现在留一些问题 给大家发问吧 感谢 感谢征者的开示 网上的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肯定是胸情 师傅 有问一个问题吗 师傅 啊 OK 你说 他在讲什么 啊 师傅你好 我的名字的淡黄呢 师傅我发现 我在学习静坐的时候 要practice anapana sati很困难 就是会有时候会 注意呼吸 啊 就是hersati on the mindfulness hersati on the breathing 会整个 心 还有整个 嗯 觉知就是 被那个呼吸给吸进去 就是变成这样子 啊 太过 我专注于那个呼吸 然后变成很 很昏暗 那我要 那我就是要 从那个呼吸里面 啊 从那里出来 那我发现说 如果 if I place my fullness on the body 会比较 舒服 一点 请问 师傅可以 可以教导我一些 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吗 谢谢 哦 当然我们讲说呼吸本身 啊 不容易啊 那么在我们的祖师大德里面 他他把这个触入系的这个修行方法是叫做难行道 念佛是一行道 难行道呢 就是他是一条很难的 所以你看哦 在我们修行的这个过程里面里里外外我们都要兼顾的 不是说啊 回到家里面哦 带着一个很疲惫的身躯 然后就盘起腿来 你说你这样的坐禅会有什么成就吗 很难你这样坐禅肯定睡觉了啊 所以呢 我为什么讲说里里外外的兼顾就是说禅羞呢 其实要做很多准备的 而且这里里外外就包括什么呢 你要有一般啊 就是大家很精进禅羞羞的一般人 你知道我们人都是一个惰性啊 就是说哎呀 禅羞可以啦 但是只要没有人叫我啊 叫我自己禅羞 我看我是很难啊 是吧 那只要是你有一般人的话呢 善知识的一种引导呢 哎呀我们就会发现到哎 你看我们身边的一些 一些朋友 一些佛语 哇他们很认真修行哦 我也不可以这样子懈怠啊 我看我还是要来这样子 就好像今天星期一这样子是吗 只要是没有因为这样的课程 或者是没有一些什么的 大家就不来了 那你看到哇那个人这么精进修行 我看我还是不能懈怠啊 当然这个也是有一种 有一种也有关键啊 就像以前我小的时候嘛 我小的时候 我一般的佛友呢 都是很喜欢禅羞的 然后呢 每一次他们一禅羞的时候呢 原本我想要偷懒的都偷懒不了 我都会被他们拉去 哦好了就这样了 就拉了一下的话 哎呦感觉到来了啊 那么你就会坚持下去 所以呢佛陀讲说 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呢 善知识很重要 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懈怠的时候呢 善知识会把我们扶一把了 啊有时候在我们犯行事呢 我们也会发现到有一般人 啊他们因为善知识嘛 一般人嘛啊就约好啊 我们去犯行事残修啊 他其实不需要我来教他 因为他们已经是修得很不错的了 然后他们只是想说有一个环境 让他可以呢在这里做久一点 所以呢开始第一天呢 他们做一个钟头 然后下午呢他们就说啊 我们可以不可以做两个钟头 那大家就约好说好啊就做两个钟头 那隔天呢就说哎我们大家做三个钟头 大家开始就想说嗯 OK Try 的确哦 因为在大家善知识的这种鼓励之下哦 我们要克服三个钟头 那么下午呢就来个哎 我们大家都做得不错哦 我们来尝试做四个钟头 啊你看哦 善知识就是这样子 就是大家会互相的挑战极限哦 啊在大家OK的情况之下 啊也发现到哎 你还是可以做四个小时哦 啊你看就是这样子 当我们在克服 觉得impossible mission的时候 当你可以克服了 那种喜悦是很难 是没有办法比喻 形容的 啊 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呢 我们人就是一种懈怠的一种心态 啊 然后或者是别人你会发现到哎呀 你看为什么每次我做场 会很想昏沉 哇我看我旁边的人做场做那么认真的 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自己很羞愧哦是吧 那你就会很认真哦 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做城市 要一般人啊 一般人啊 要大家 互相的 度处对方啊 这是其中一种方法 或者甚至你可以觉得 其实环境也很重要 环境也很重要 你觉得你想要去参加一个比较密集的课程 啊 那你可以选择去森林咯 所以现在在马来西亚也有很多这个稻场 一直在营造一种森林的一种气氛啊 像马六角我那个地方其实也种植了很多森林 我种植了几千棵树了 啊 所以就是营造那种森林的感觉 毕竟森林啊 每天都给你很多惊喜 因为他每天不断的在生长啊 一生长的时候你就会感觉 内心呢 就随着这些树的这个增长啊 都一直在变化 啊 这也是有可能 这也是的啊 啊 所以 啊 那当然他的法门也 啊 算他的方法也要对啦 啊 当然老师也很关键 啊 法也很关键 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在修行里面 啊 学习法 就是我们讲的弃觉知 除了这个念觉知 另外一个就是责法觉知嘛 那这个责法觉知呢 就是我们对佛陀所教导的 这个法 所以我刚才讲到呢 这个责法觉知很重要啊 就是说我们修行呢 不能够说我只要修行就好了 我不要去理解这么多东西 其实不然啊 你看到整个的这个 试念处的修行方法 在这个法念处呢 他对于这个这个新俗法的 这个部分呢 非常非常的强调 那要了解这个新俗法的部分 其实就是一个责法的部分来的 就是要对法上呢 啊 要了解啊 就是烦恼升起来的时候 我们要找一些相对的方法 来断除他 或者是对峙他 然后不让这个烦恼以后再升起来 像这些种种啊 我们都要掌握 啊 所以呢 修行它是一门 功课来的 啊 啊 除了文 修行这个功课是什么 就是文师修的功课 好 还有别的问题 啊 师傅的 刚才说 这个责法 是挺重要的 那么我记得我们在 的课程里面有 听到一句就是说 徐神道经的那一经说 先知法著 后得涅盘 就是 the stability of the dharma and comes knowledge of the dharma 当然了 比如说你看这个气觉词哦 我们讲说这个气觉词 这个气觉词怎么产生的呢 呃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 当你的这个四念处圆满 你这个 啊 当这个 十六 十六的这个 这个 这个直观的这个 这个禅法圆满 啊 就是安八念的圆满 你就圆满了这个 啊 这个四念处嘛 四念处圆满 你就圆满了这个气觉词 你看这个气觉词的内容 除了这个念觉词之外呢 他提到的这个责法 责法他就提到了精进 精进他就提到了喜 然后提到了清安 然后提到了定 最后他提到了舍 对吗 那么你就很 那么这些气觉词圆满了 你就 啊 我们说就develop 一些山明 就是一些 啊 一些神通啊 我们就说这个神通是什么 就是定所带来的一种 一种 一种 一种成效 就说你的定 你的定很强了 我们因为你的念力很强 OK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你过去式的 事情 那你也可以看到众生的生死制 啊 然后你也可以呢 获得这个无漏制 啊 所以呢 这整个过程它是一体的 啊 而且是按部就班的 这样子 这样子 好 师傅我有一个问题 啊 如果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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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号的 称 称佛念 称佛号 能够 用来修 十六圣星吗 OK 刚才你讲说这个念佛号 啊 这里还是讲回一个念字 啊 那这个念呢 其实就是 巴黎文我们叫 阿诺设计 啊 那么更准确应该叫随念啊 啊 那其实呢 在这个 巴黎文呢 它也是有随念佛号来的 啊 那当然这个随念佛号呢 就是随 是个随念 首先我们要这样来了解 随念呢 就是 不间断的 one after another 阿诺设计 阿诺就是说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啊 这时候为什么我说啊 比如说像 有些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不断的啊 不间断的念 这个叫随念 那其实在南传里面 也有这个随念佛号 啊 当然这个随念佛号 就是随念佛的功德啦 对不对 佛有什么功德 九九大鸿鸣嘛 啊 类似是这样子的 其实呢 他这些方法呢 不管怎样啊 其实呢 都是在教导 啊 我们 啊 得到 新的这个平静 啊 就是念到一心不乱 啊 啊 这样子 这图我我我我记得 啊 法师我有一个问题啊 啊 对于初学者 如果要指 应该 是否应该叫所言 因为 所言也就是说 随念 刚才 啊 师父所讲的设念念佛 这样子呢 对于修念 啊 才能够 呃 更进一步 念才能安住 OK 然后呢 你所要 念才能安住 也就是说 我 我觉得 我 我个人啊 说 开始的时候 应该要所言啊 当然啊 应该要学 不然要指的话啊 因为我们 我们的 思维模式 像猿猴 这样攀来攀去 对的 其实所言是什么呢 所言就是目标嘛 就是所言就是目标 那么这个 每一个禅虚的方法呢 都是一个所言啊 啊 这个所言就是佛教的专用名词 就是将你的心安住在那个目标上 我们叫所言啊 阿兰巴呢 所言啊 所以比如说你念佛 啊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触入系念呢 他所言是什么呢 就是 触跟 系跟腹罢了嘛 啊 就是呼跟系罢了 好 那么念佛也是一样 就是比如说像南传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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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念佛号呢 就是佛号的这个功德 啊 那 那个佛号本身也是一种所言 那是佛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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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功德啊 那当然我们讲到这个禅修它有两类啊 有两种禅修 一种呢 它是要念的 一种呢 它只是专注这个呼吸 啊 就是 这个念的我们叫做recitation 这个念的比如说 你看我们很多的禅修方法 除了这个安巴念啊 专注在这个所缘 出入系上呢 其他的呢 它是要念的 比如说 啊 念这个 我随念这个佛 随念这个佛的功德 随念这个法的功德 随念这个圣的功德 或者是随念这个死 或者是 随念还有这个什么 观这个磁性禅 啊 所以你看在这个禅修方法里面 我们有四种互卫啊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吗 是 Jatu Raka Jatu Jatu 是 Raka 就是护 四种护卫的禅法 这个就是说 这是 比如说我们讲说一个人禅修 他 在他生活上他也是会有面对很多的困难 比如说他会失去了信心 或者是他会害怕死亡 啊 然后呢 或者是他会 啊 生起一种称恨心 啊 所以呢 透过这四种的护卫的这个修行方法呢 可以呢 保护他的这个修行 所以呢 你看这四种护卫啊 就是除了这个念佛啊 这个慈心的啊 念死的啊 或者是三十二身分啊 像这些方法都是用念的 而这个念的方法呢 他也是有讲究的 哦 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我们讲说 他要念 不是那个 那个 那个 正念的念了 这个是念出来的念了 ok 啊 所以呢 这个念的部分呢 他 有很多人问我说 怎么来念呢 要怎么念念到一心不乱呢 这个也是有讲究的 啊 所以呢 在南传呢 我们会鼓励大家念巴力文 因为巴力文呢 他本身有五音 啊 跟一个叫做鼻音 啊 那么五音的部分呢 就是喉咙音啊 上额音啊 卷舌音啊 还有这个嘴唇音啊 还有这个牙齿音 齿音 ok 然后再加上一个鼻音 这个部分 那么你会发现到呢 你很专注 陪啊 这个念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你会发现到你的心呢 就平静很多了 比如说我指一个例子 ok 啊 这个三归 比如说 Bod Bod Bodang Saranang 啊 只要大家有留意到我这个 嗯就是一种 笔音的这个部分 那么在这个笔音的部分呢 它可以使你的心呢 平静下来 啊 只要你没有这种的念法的话 你只是纯粹念 Bodang Saranang 那没有感觉的 啊 所以呢我们这个念法也有它的这个 五音的这个念法 啊 那所以呢我们说我们的心脚是不定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呢 在原始的教导里面 佛陀也教导我们也可以唐诗念 念经 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 啊 这也是一种方法 啊 但至于要怎么念的话呢 可能 我们佛教徒 还没有 一个 明确的这个念法 就认为说念就念了吗 啊 但是往往这种那种念法呢 一念呢就大家 念不下去了 啊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啊 一种的辅助 啊 那这些方法呢可以透过这种 啊我们 哎 刚好刚好大家看到的 啊 啊就是要怎么样提升这个正这个这个能量啊 那其实这个能量呢 啊可以啊 可以呢怎么讲就是在禅修里面 我们透过这个 这个这个念诵啊 就提升我们这个正能量啊念诵啊 那么我们也可以呢感觉到放松平静了 啊 啊这也是一种的方法 啊 嗯 嗯 还有问题吗 谢谢 时间也是差不多了 啊师傅我我我我我记得啊 阿加尘有一个 念佛的 的方法 就是说 出入洗啊 好像他吸的 他就 哦 然后出来这个 对 这样就能够专注于这个呼吸 也可以啊也可以 都是一种方法 嗯 方法 或者是啊 或者是我们愿这个慈心禅的部分呢 啊 比如说这个慈心禅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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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o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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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goju ome 就这样子的念法了 然后呢 在一边念的过程里面呢 让我们的心就平静下来 ok 非常感谢 尊者的开示 让我们来回向 各位请合掌 一起回响 愿于此功德 补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谢谢法师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